我們今天早上原本要去吃澳洲牛奶公司 結果發現星期四沒開 我就立刻再查了一下大家推薦的 就在澳洲牛奶公司附近有一家叫做點心道的飲茶 我們進去裡面點一些餐點給大家看 第一道點心上來的是蘆菠糕 完全沒有素味 它就是白軟的 然後開酸的 它的味道蠻腫的 但是好吃的那種港味的蘆菠糕 雞肉粥 它們的粥都燉得很久的感覺 它們都已經掛掉了 鳳爪的部分我也覺得還OK 它的皮還蠻多的 不會讓你煮超骨頭 鮮蝦腐皮捲 外皮非常的滋潤 然後裡面很黑 它很像有一點點帶出來 雖然它是炸的 很濃郁的 可是它不會膩 所以好像吃這個真的有一種很滿足的感覺 就熱熱的 熱糊糊的 這間搞的也還蠻好吃的 我們等一下去香港海洋公園 結果現在又下雨啦 我們這兩天玩樂園都是一個下雨的狀態 希望也是一樣下午天氣就好了 那帶弟弟的話主要就是看秀 看有沒有機會味道小弄熱 我們現在看到最前面的那個海洋 題關是全球前十大的水族館 可以看到這個動線 如果是假日或者是平日天氣好來的話 人肯定很多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這樣下大雨是好事還壞事 好處就是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用排隊 好快 對 它對於生物都很好心 不論是地面上的小狗小貓 或者是水裡的各式跟它生物 它每次看到都會呼吸轉機 這樣來 我覺得帶雪林前的小朋友來海洋公園走走蠻好的 刺激他的視覺 然後增加他的感激 不光是氣味還有聲音 都是在幫他成長 有收集T的朋友們 他有完成任務 我們第一次在任務是海洋奇觀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蓋應吧 印章GET 他的衣服跟熱帶雨怎麼好像 因為他整個走道的設計都是這個石頭狀的 我覺得走在這個洞穴裡面 然後看到每個櫥窗不一樣的雨 就是有順利其境的感覺 對 海馬好可愛喔 C群網裡面總會看到一區我很喜歡的 我們是從上面往下面看這個水族箱 這個視角是在其他地方比較少見的 長條形館狀的水族箱 這個水族箱好美喔 往上面看魚的這個角度 是真的360度喔 像這個就是浮角45度往上看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各種各式各樣的魚類 在裡面這樣子悠遊徜徜 這是水族館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喔 嗯... 對 婆婆你幹嘛挖陷阱給自己 對啊我們不管我們先走 好那我們一二三 謝謝婆婆 現在時間下午12點整 我們差不多11點進去海洋奇觀 裡面大概一個小時差不多 那今天人是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逛起來是蠻舒服的 就是人更多的時候來的話 要自己再多留一點時間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一直餘餘餘 然後你就會覺得變得什麼東西都變得很好看 裡面的玻璃牆上面有放他的偶像 就是Babyshark 非常適合來這邊 他會跟他的偶像見面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12點一播出的超新西大比拼 他還有給我們這個應援板 太可愛了吧 這個很可愛的秀 就是海洋某點的標誌的人物 然後在上面展哥仔物 所以他們還會下來跟海下的觀眾朋友 這就是非常適合親子一起玩的 這個旋轉木馬 他小朋友身高不足的話 他要有一個大人站在他旁邊陪同 弟弟這隻馬 他的幅度很高耶 對啊 海洋公園的員工好熱情喔 他們人都很好 剛剛海洋公園的員工推薦我們這個媽咪雞蛋仔 是很有名的 好吃耶 他在纜車下面的一個碳尾 他就是雞蛋糕 他外皮很酥很酥 他烤得很好吃 裡面是華生醬還有蜂蜜 好好吃喔 很Q 這是你點對不對 對 QQ的 就是你愛的耶 很像客家的溫貴 蛙粿啦 蛙粿 他會有一個很像我們真的是在海底的感覺 因為我們被一個章魚給吸住腳了 所以他現在是緊急狀態 喔 欸 我們被蠶住了 喔有有有 你看 我們現在是在海底的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 帶到我們抵達的是兵集天地 今天要來體驗的是北極之旅 這邊有一個未食海報明星時間是1點半到1點50 玉石不厚 現在是直接進來海報的家了 下面全部都是可愛的小海報 嗨 嗨 好近好近喔 好近 好近喔 天啊 哇 都被萌到耶 他剛剛在我們面前翻了一個跟斗 好可愛喔 他剛剛吃的寶寶 我覺得好像很QQ感 對啊 跟中文一樣可愛 謝謝 餵食海報之前他會用粵語中文還有英文 來跟我們講解海報的一些形式 工作人員介紹說 海報跟我們人類一樣都是恆溫的動物 所以他身體上面有一層厚厚的毛髮來幫助他保暖 有講到說在香港是不能餵食野生動物的 因為要保護牠們的生態 然後以免影響牠們的秘食能力 輪到我們了之後 我們要先來這邊洗手 以確保海報市道本來是乾淨的 弟弟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的話拍手 我覺得這個體驗很不錯 因為我們很少有機會可以去餵食道海報 這個樂趣的話我覺得在外面很難體驗 那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我們餵食完海報之後 換我們要去餵食滴滴了 來看一下海洋公園裡面的餐廳 海洋公園裡面的服務人員都非常非常的親切 欸我第一次坐到這麼好的位置欸 對啊我覺得很棒欸 對啊我覺得很棒欸 池算會越多越冷 因為這邊的溫度比較低 就像你走進企鵝館裡面的感覺 建議大家進來的話可以多戴一件外套或是薄襯衫 那你覺得今天餐廳給你的感覺怎麼樣 有氣了就加分100分了 如果今天人排很多的話大家就考量一下時間 畢竟難得來一趟海洋公園 可能時間要花在其他的地方 要分配一下 對 走著走著來到了這個泛州區啊 我們就這樣子突然間上來了 現在就是考驗人品的時候 看起來會噴比較濕 天啊 目前走我們兩個人 因為水桃底身高不夠 所以他跟婆婆先去看猴子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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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人比最差 啊 等一下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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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好不好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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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我不要 我不要 是一個很大的波喔 來 不會不會 嘩 嘩 嘩 老婆我們剛剛就在這個地方被噴石了 我們也來報復別人吧 這個機器就是在急流泛州的上面 我們可以這樣子噴石直接要過來的路人 而且是免付費的喔 好爽喔 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這樣好不好 對啊 就這樣子一圈然後全部都是位子的 欸裡面很舒服還有空調欸 對啊 這個景也太美了吧 它是會360度旋轉的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下去 是不會錯過任何的地方 喔你看 那個遊樂設施史上最可怕 我看到我怕急了 現在時間下午4點40 我們在這邊看到五點整會有一場海豚探秘 它這個展覽場非常的大啊 這個海豚秀 那裡有幾隻海豚已經在準備要表演了 我記得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還沒讀幼稚園的時候 曾經來過這個地方 我還有印象 我媽還拿了一碗泡麵 現在換我們帶我兒子來了 太整齊了吧 哇 小小李看得非常的認真 我們在看那個海獅的介紹 他就騎一下海獅上來 然後介紹他的五官 肚子啊什麼的 然後海獅表演給我們看 就像這樣 我們可以好好地在五官場 我們帶玩看他的肚子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巡沙秘境裡 踩點成功啦 這個可以放在這邊 再蓋一個章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水池 然後裡面是真的很多鯊魚在游 吼 掉下去不知道會多可怕 現在是叫做豹紋蝦 有看到他身上的紋路嗎 真的是跟豹紋一樣耶 哇 哇 鯊魚哇 好近喔 太近了吧 哇 好大隻喔 天啊 超近 哇 這隻好大喔 哇 要不要特使牠的牙齒 啊好可怕喔 好大隻喔 鯊魚不知道為什麼都沿著玻璃 這樣子就是有 然後你會看得很清楚 他身上有一點detail 現在是夕陽西夏的 那個夕陽照到我們的臉上 就是真的有一種很累的感覺 這隻玩了一整天玩得好累喔 摩天輪動得很快耶 這個摩天輪的效率很高喔 對它是很快 然後這樣子 就可以玩一圈 那一分鐘就一圈了 沒有一分鐘 30秒 你看我們就這樣到最上面了耶 而且它真的很高 我們現在已經繞第二圈了 不知道它會不會再給我們再繞一次 因為今天可能沒有人 所以我們大家就可以 一直繞一直繞一直繞 不錯耶 爸爸先丟 沒有那麼容易喔 沒有那麼容易喔 我浪費了 浪費了浪費 有一個了 謝謝你啊 謝謝 7點下面有個燈光秀 那我們剛剛是坐海洋列車上來的 我們現在就坐那個Cable Car下去 以這個動線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平常應該也是排非常多的人 對 今天就是下行無阻 喔 喔 哇 哇 好高喔 哇 岳母真的可以嗎 OK OK 它的高度是真的高 我覺得大概就是貓空纜車的感覺 但是它是透的 所以它更通風 弟弟累了 你看他想睡覺了 他看著這個美景在打盾耶 如果是我跟你來的話 那很多那種小孩子用的設施 我們可能就不會去了 對 但反而是帶小朋友賣 有太多全年的設施我們現在才發現 然後就會每一個都想要帶他玩 對 帶弟弟放地一整天的 像是那個小朋友幼兒坐的那個火車 我們今天也有去玩 對 然後各種的秀我們都會想要去讓他看 帶小朋友來香港 也非常推薦海洋公園 因為我覺得香港海洋公園 就是一個親子適宜 全年都可以來這邊玩的地方 四天三夜根本不夠玩耶 對啊 弟弟走過的地方 二胎還要再走一次 當然要啊 要平等 哈哈哈哈 晚上七點零幾分 我們趕上了 大門口出的噴泉的舞蹈 歡迎送我們離開香港海洋公園 回想一下我們所擁有的 想要珍惜的 未來想保護的 和大自然帶給我們美麗的 親近的享受這一刻 他透過水這樣噴起來 然後去打燈光在上面 所以可以做一些動畫在上面的燈光 我覺得超酷的 然後他們真的很生動耶 掰掰 謝謝你們 好好玩喔 掰掰